身穿套裝一臉不素 台灣人尤其陌生 他叫王來春 大陸力訓精密董事長 身價26億美元 2017年富比市全球排行榜 排名從131名 晉升到93名 他的發跡很傳奇 過去可是在鴻海董事長 郭台銘旗下的富士康 當過大工妹 早期的主機板上面 有非常多電子元件 他們的動作就是負責 把這個元件這樣插進去 這樣子非常單一的動作 這位傳奇人物 1988年從鴻海作業員開始打拼 10年拼到課長等級 依然出走創業 1999年買下香港力訓 11年後力訓精密掛牌上市 2015年市值衝破2000億台幣 不過今年已經擁有 2700億台幣市值 他也得利於中國的資本市場 獲利比台灣的電子業少 但是他的市值比較大 市值大的話 當然就很容易發動所謂的併購 短短幾年力訓搖身大陸連接器龍頭 王來春今年約50歲 清華大學EMBA畢業 名言是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更把郭董經營哲學直接複製 公司廠房總占地面積9萬多米方米 員工6000多人 一棟棟方正廠房 據傳利訓辦公室貼著 走進實驗室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紀律 或是錯誤不可怕 可怕的是已再犯同樣的錯誤 一字一句全都是郭董名言 遵循郭董的那些郭語錄 全部都把它Copy到他自己的工廠 我雖然是這個中國人 但是我用台灣的管理方式 用台灣的技術團隊 靠鴻海經驗 力訓成功發跡 回頭收購台廠美律宣得 這位女董寫下事業傳奇 也成為台灣科技業莫大的敵人 動物生財經新聞綜合報導